大家好 又是我們遙控工房頻道時間 今天我們不是說一些新的車架 而新的產品 說什麼呢 平時如果大家有看我拍攝關於遙控車的組裝 或者開箱的影片 裏面都會說到有關關於什麼設置車 怎樣設置2-in-out的東西 又或者例如我設置好車的時候 跟大家介紹的時候 例如說關於懸掛的影片 例如Caster、Camper這些東西 又或者Ride High是什麼東西 可能有些朋友都不太清楚 又或者你剛剛玩車沒機內的 不太清楚這些東西 究竟怎樣設置的成果 究竟怎樣做法呢 今天我們這個影片 就講一下關於這些設置工具給大家聽 還沒講解之前 就跟大家說回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今天的影片好 記得按個讚 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最重要的話 就是要開提示靈 每次有新影片 大家就會看得到 事不宜遲 馬上去片 在我桌上有各式各樣的設置工具 其實這些設置工具 除了我現在桌上有 還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品牌都會推出的 不同的設置工具 不過我今天主要講一些 例如我自己有用開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怎樣用 還有這些工具 通常普遍的價錢 都會比較實惠 亦都比較容易去理解 所以今天我會專注在 我自己平時用開的工具 再跟大家分享 第一樣我要介紹的工具 就是這個卡赤 卡赤的作用是有什麼用呢 例如你要量度這些 例如我們看說明書 很多時候就要量度這些 推桿的時候都會用得到 要比例我們量度什麼 裡面這個反壓絲桿位 例如我們量度它的長度 因為每一本說明書 都會提供在中間 應該有距離長度比你的 但問題在於 如果你要用土洞鑑車來量度的話 其實問題就會沒有那麼準確 所以最好就是買一把卡赤 然後我們量度就會最好 量度的方法其實也不是很難的 你只不過需要在這裡放在中間 卡著它兩邊就算是OK的 但其實外面這些卡赤 有不同種類卡赤 可以買得到的 例如舉個例 我手上的東西比較普遍 用了黑度的卡赤 又或者舉個例 我平常通常都會用到這些 電子卡赤 貴一點 也會用到 如果大家剛剛初入門 例如舉個例 我要買一把卡赤 究竟買哪些好呢 首先第一件事 我就不太推介大家 買索膠的卡赤 索膠的卡赤 雖然價錢便宜 但準繩度的話 始終是沒有這些 那麼好的 還有你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其實中間這些位置 可能會崩了 索膠沒有那麼利 即是沒有那麼硬 變了來說 就會沒有那麼好用 至於大家會不會推介大家 去淘寶買呢 一個淘寶買的卡赤 所以我可以這樣說 質量都是參差不齊的 部分卡赤 如果買得不好的話 這條索膠的位置 可以有一條索膠的 走出來 中間是有一條索膠的 是不會貼得穩的 到時你量度的時候 其實是不準確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買的話 我建議大家去一些 中欄 一些比較大的文具店買 至於買卡赤方面 譬如說 究竟買這些黑度好 還是買電子好 當然第一件事 看你自己的預算 但如果譬如說 你真的不是有很多錢 你剛剛是中學生 我會建議你買這些黑度卡赤 不過這些黑度卡赤的話 有些朋友就說 我不太適用 我不知道怎麼看它的數值 因為它有兩行的數字 上面中間一行 下面中間一行 究竟看中間的行好 還是下面的行好 我就講解一下 究竟怎樣看這些卡赤 電子卡赤 用起來是固然方便 但有些技巧一定要記得 如果不是的話 同時都會量錯 首先要記得 用之前電子卡赤 也好 電子卡赤 一定要把它貼到最近 才開著它 如果不是的話 例如打開了口 然後按著它 它就會把你打開的位置 就是0 所以一定要記得 千萬不要這樣做 一定是貼平 才開著它 要量度的話 例如說 要量度一支的推桿 再移動 兩邊這樣 通常我會用這兩個位置 碰著它那個平位 每邊兩邊平位 這樣量度的話 基本上就要量度 大概多長 多寬 我不是用這個量度 這個是用來量度 用來量度 這些東西 才會用這些位置來量度 如果我要量量度 通常我會用這兩個地方來量度 又或者要量度它的油壓長度 其實都是這樣量度 要留意一件事 如果我想量度這支 量度的話 我很多時候 除了量度這裡 我們也可以量度 兩個波頭中間 中心位置來量度 就可以量度到它的距離 基本上量度的方法就是這樣 電磁尺是有這個好處的 可以一看就看得到 但是 我們比較傳統這類卡尺 其實要量度也不算很難 有些人就會說 我不太會看為什麼 其實要看 學看也不是很難 其實當我們要看的時候 用法就是一樣 例如這個位置一樣 但看的時候怎麼看呢 例如當我打打打打開了之後 那究竟我應該是在哪個位置為之準呢 那其實 例如我現在這樣量度 例如我現在的0位 就是介乎於1.5至1.6之間 OK 看到了 但是這個位置在中間位 那究竟應該怎麼看呢 其實我們就看 就是這一堆 一堆這樣排下去 這些字 我就看這一堆字裡面的其中一條線 究竟跟上面這一堆的線 有沒有一條線是對齊的 比如說 舉個例 現在我在這個位置 這個case這樣算 我會看到 2這個位置 跟上面 下面這一行 2字 跟2.5位置的標位 是剛剛好對齊的 即是告訴我 現在的大小是1.62 就是這樣看法的 即是 如果我再移動一點 譬如說 現在是在這個位置 我又看看 對面 看看裡面有沒有哪條線是對齊的 我發現 原來6字這個位置 跟上面的線是對齊的 即是說 現在我已經是1.66 其實就是這樣看法的 所以這些卡尺 你學會了的話 其實都蠻好用的 而且這些卡尺 又不用用電 也不需要買得很貴 其實都可以一把這些尺 我差不多 我可以用好幾年都可以的 平時的保養 只不過是看回 譬如說 你拍到最齊的時候 零零的位置 一定要貼齊 其實就已經OK 即是你不需要買得很貴 但反而這些的話 用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其實你要回到廠 或者去到某些地方 做買得很貴 譬如說 舉個例子 有出去做一些公司 做一些ISO的公司 你會知道 這尺其實是要買得很貴 但這些的話 相比起來說 要CAL的情況 就會比較少 用又會比較耐用 所以我個人建議 有些錯學者 你真的要買一把卡尺 用來量度這些推桿 等等的時候 其實很建議你買一把 金屬的這些尺 日本也好 大陸也好 都OK的 反而你說大陸那些的話 我又不是不推薦你買 但你要找牌子 例如我現在用的這隻港綠 比較出名少少 多人用 都準繩到幾高 但都二三百元一把 變成對初學來說 就貴貴的 所以你可以考慮一下 買這些百多元 甚至舉個例子 一百元以下都有機會 二十元買得到 視乎它有多長 一般來說 如果玩電動車這樣算 好像我這些 這些 這把是200mm 我這把是電子 這把是200mm 這把是150mm 其實都很夠用的 不需要買太長 太大把 卡尺 除了可以用來量度 這個 剛才我說的 推桿的距離之外 其實也有其他量度 例如例子 這個位置 通常用來量度 這些厚度性 用來量度 例如底板的厚度 也可以用來量度 另外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這個 有一枝新的 可能大家不太明白 這枝 其實這枝叫做深度尺 深度尺有什麼用呢 如果大家玩泳車的時候 說明書都要講 例如這顆 叫做Dunstop機米 譬如說 Dunstop機米 要5mm 或者2mm 其實應該怎麼量度 這個量度 是這樣的 只要我拿一把尺 就放在機米上面 放在機米上面 然後向下 這樣 基本上 凸出來的多 基本上就是 那個數值 例如現在我開了尺 看看 現在是0 好了 例如現在機米的 凸出來多少 我一檔 一檔一下 那你就告訴我 這個 1.12 量度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買了卡尺之後 除了用來量度 這個 反壓推光的長度之外 也可以量度一些 直徑 厚度 深度 也可以量度 即是機米也可以量度 所以這把卡尺 其實用途是幾多 第二件工具 跟大家介紹 就是這一種 這一種 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所謂的CAMPER尺 普遍來說 這些卡尺 都是幾十元一把 我這把 就是旅行金填工的 這把 就是蠻和的 其實我還有一把 就是以前買的 遙控車雜誌 都會送的 所以這些所謂的CAMPER尺 都不是很貴的 網上 例如Rcmark 這樣算 例如Rcmark 都會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 可以有一個特別的 可以慢慢調整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種 它主要只有 0.5 2.0 1.0 1.5 這把 剛剛好 2.5 和這個 3.0 不可以做到 一個無短 因為始終 只有四邊 如果 如果你想量度得 比較準確 如果你想量度到 2.1 2.2 2.3 可以用一些 比較有動的 角度 來量度 就不會好 但一般 以我們平時 玩車來說 這一類 就OK 不過 我個人的意見 如果你看黑道 這樣算 買的時候 我建議可以買 由一些 1.5 至到 3 以上的 數字 因為 好像這把 這樣算 由0.5 開始 其實我很少 可以選擇 0.5 或者1.0 是比較少的 通常都選擇 2.0 2.5 或者1.5 不會比較多 這一把 就沒有2.5 所以我自己也沒有 放在 例如我車袋裡面 我通常放在家裡 用它 用的話 可能會用另外一把 有2.5 這個就只是個人喜好 這些 CAMPER 究竟怎麼用 其實就不是很難 方法就是這樣的 比如我放好車 放好位置 放好平面地下 這個地下 一定要保持平 桌 一定要平 然後 然後我倒進去 例如我看看 這裡是否2.0 我倒進去 如果我倒進去 如果我倒進去 我上面的位置 例如我這樣計算 上面這個位置 跟下面這個位置 是沒有漏 的話 就算是2.0 舉個例 如果我當我 現在拿一個 3.5 倒進去 你會看到 底部 其實漏了很大條 又或者我用2.5 來量 你會看到 漏了很大條 即是說它現在不夠2.5 所以我現在移到2.0 你會看到 上下都貼著 即是說 它現在是2.0的CAMPER 同樣道理 頭也是這樣量度 沒有太大分別 你可以用車碟量量度 或者用CAMPER 也可以 比如我頭 上下都貼著 即是說 現在的角度是2.0 我現在因為打斜一點 所以角度可能會差一點 所以我正常來說 應該要是一個水平的狀態 去量度 這樣才可以 斜斜一點是不對的 但我要拍給大家看 所以才用斜斜一點 總之你量度上去 這樣就能量度 這位CAMPER 就非常簡單 又或者我試一下 我另外一個把 這把 1.5 量度上去 2.0 上下碰著 即是說現在2.0 我試一下用1.5 又會怎樣 1.5 看一下 1.0會看到 下面就碰到 但上面就漏了 即是說它不對 1.5不對 基本上就是這樣 很簡單 通常我們玩Turing的話 CAMPER 通常2度左右都是基本的 所以大家用的方法就是這樣 量度 不會太難 另一樣 我覺得推介大家買的尺 就是這一把 這把 用來做什麼 其實這把尺 有兩個可以用來量度的作用 第一個 我們所量度為Ride High 就是在這個比較平的位置 用來量度Ride High 就是車的離地距 而另外這一個 就是用來量度Drope Drope 意思就是 鼻子 最底位置 和地下離地距 有這兩個用途 通常來說 外面有些 分開買的Drope尺 用來怎樣呢 它只有這邊 在另一方面 它會跟著這些 一塊的鑽 鑽 鑽的作用 用來墊在車底 墊在車底之後 你就可以移到一把尺 去掃 可以知道它的鼻子 可以有這樣的用途 但是因為我這把 本來這把尺 就不是跟這把 所以我沒有用 我可以示範一下 如何用這把尺 去量度Ride High 和裝備 大家看看 一般來說 車要量度Ride High 通常我們都要 頭尾都要各量量度 為甚麼要量度 因為頭尾 理論上是不同高度的 量度的位置 應該量度在哪位 有些人會量度在 車尾 或車頭位置 但也有些人 也量度在 機米的位置 我自己說 會量度在 鼻子以下 而車底 通常不會經常被磨到的地方 通常量度在那位置 因為如果車架經過一段時間走過之後 其實車的位置找個位置量度其實不太準確 所以盡可能就找一個沒有那麼磨的地方 DUNSTOP這個位置下面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因為通常那個位置都未必能磨到的 所以我就會選一個地方 量度的方法就是這樣的 首先車子放在桌面 最好就是一個平面 我通常就會用一塊玻璃 因為我現在想試碼給大家看 我免得拿一塊玻璃出來 所以我就用了一張平面的桌子來量度 車子量度之前 我通常的做法就是先按一下 按一下車頭或者按一下車尾 為什麼要按一下呢 因為如果車子未按完 其實這樣放在桌面的話 它的Ride High其實是一個靜止狀態的Ride High 實際上來說 你要量度的Ride High 是有油壓動作之後的發生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按一下 讓它的油壓 油尾油壓 好像是有工作了的情況之下 這樣量度就會比較準確 好了 做了之後 我接著就按一下 量度的觸法就是這樣 例如我現在量度這個位置 大家看清楚一點 例如我量度這個位置 我量度到這裡 按一下 我發現這個6.5 它可以過得到 這個是6 這個是6 這個是6.5 比近的人大家看 6 6.5 我發現7 不到它 即是說我現在Ride High 頭那邊就是6.5 可能大家會覺得現在為什麼會這麼厚 因為其實有胎問題 如果換回正常胎就不會 正常胎就會好一點 但這條胎因為比較厚 所以就好像比較厚 但我們先不要理會 但我們主要是注意看如何量度 好 先退去 7 即是說我現在是6.5 尾也要退去 先退去 7油也可以 7進去 如果我怕7進去 是否真的進去 不確定 有點卡卡 所以我又做一個動作 有一點點 先退去 接著 然後車 再退去 再量度 OK 量度得到 這次7進不到 即是我尾也要是6.5 的Ride High 這樣就可以量度到 車頭和車尾的Ride High 至於車的DROP DROP 我們怎麼量度呢 我就不找剛才說的MTC 我就找一輛田工車來量度 通常 因為我現在用這把尺 我不能放平在桌子上 所以就用這把尺 我用這把尺 這把尺是一個 浪高了的位置 浪高了平面 然後浪在底板 然後我就掃 譬如我舉個例子 現在的底板 去到哪裏 去到哪裏 大約5 我就會碰到 但4.5 我就碰不到 即是告訴我 現在 我在4的位置 我現在 尾的DROP 大約4左右 同樣道理 頭 一樣 接著 我又量度一下 去到哪裏 我通常 例如這個 你會看到 這是一個機米的位置 然後這個是一個平位 我通常量度這個平位 不是一個機米的位置 好 我再量度一下 再量度一下 5 可以嗎 可以碰到 6才可以碰到 即是告訴你 現在它大概是5的DROP 基本上就是用這個方法去量度 每一個人量度那個DROP 有時候它去量度這個位 每一個人可能會有少少少差異 所以有時候 例如說 大家會問別人的Selling sheet 都會問一下 你量度那個DROP 你是量度哪一點的 是量度這個機米的位置 還是量度這個位置 又或者像MTC那樣計 MTC MTC它這個位置 有一塊金屬條 金屬的圈圈在 究竟是量度碳籤還是金屬 你也要量度問一下 但通常來說 就不會測太遠 通常大家都是 以大家的基準來講 通常這個位置 通常未必會量度出來的東西 但都要問清楚會比較好一點 這些尺一般來說 也不是很貴 即是百多元 甚至一百元 甚至一百元以下 都會有一把 如果例如你不太知道 買哪個好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以買一套 Air Racing Air Racing有一套 整套的 有一個DROP尺 也有這個 我們所謂離離距 Cellency 那樣的 TRACK的尺 也有 剛才我講的 一塊塊 這些東西 都會加上這把 整套 整套這樣買法 都是百多元 一套就買了 最基本可以量度的東西 另外一件 我覺得都可以提議大家 買下的工具 就是這個 叫做 車碟 這個車碟的作用就是 用來做什麼呢 因為我們正常來說 例如普通的車輪 如果用來量度 例如CAMPER CASTER 都可以的 但是 因為這些車輪 有時候 它的形狀 大小 或者 OF-SET 又或者 例如這個 這件 其實這個車 量度出來 其實是未必 那麼準確 那麼正確的 加上這個 例如我拿 這個平面不夠平 你量度 這個CAMPER 雖然是可以量度 但是問題 還未必那麼準確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就會用這些 這樣的 所謂的車碟 裝上去 補充了 來量度一個CAMPER 這樣作用 兼假 很多時候 我用來量度 量度 量度 我都會用這一種 因為它不夠硬 一點 就比用太多 的話 就未必會那麼準確 我現在有示範一下 如何用這個車碟 用來量度 車碟 安裝 沒有太大難度 都是這樣裝上去 首先這顆 如果你有這顆 就可以用手扭 比較方便 如果沒有這顆 手扭比較快 要記住 用這些車碟 一定要 裝好電池 就是 你的車的重量 一定要 全備 包括所有電子 所有東西 裝上去才量度 不要被裝東西 空車架的時候 因為空車架的時候 量度什麼 都是不準的 一定要整個車 有重量 在上面 我才能量度 OK 那車碟的用法 跟連結差不多 我真的太好了 我裝好之後 如果我這次用這個碟 量度 會明顯看到 它的 疤 就會明顯得 譬如現在1.0很明顯 一定不對 2.0很明顯 它的疤是不對 是1.5 2.0 我移過去 貼住 這個的話 車碟比你更好 但好處 用來量度 最準確 另外 譬如剛才說到 用那把 Kelens尺 即是離地區尺 那樣東西 如果用這把 理論上來說 它會比我原裝的 會高一點 為什麼我現在 我明明試的時候 6.5 現在6已經可以 因為我之前試過 這條胎 比較脹 又未用過 所以會不同 但理論上來說 用這個車碟的話 你要扣 大概0.5 例如我現在是 6 放進去 6 即是說 我裝真的車胎 理論上應該是 大概5.5 例如這個 同樣道理 6 也是5.5 就是用這個方法來量度 這個車碟 就不用用 輪胎 可以做到 量度出來 它的CAMPER 或者CALENCY 會比較準確 不會受輪胎的厚度 或者會有很大的影響 這些車碟 有大也有小 例如我現在這隻 就給Touring用 其實我自己 本身也有小隻 這隻是給M車用的 視乎你需要哪些東西 例如你用來量度M車的話 就沒理由買一隻大碟 通常就買一隻小碟 這些的話 你也可以 例如在RC Mark 買回來 都不太貴 8多元一隻就有了 要留意 如果你買Air Racing分手 Air Racing分手 分了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 它包含裡面的 所謂的 所謂的 我們叫做 鎖四座的螺絨帽 如果沒有這顆的話 你就要用回 你自己鎖車的 那顆C帽 但我建議大家 就買這顆 這樣東西的帽 你扭下去的時候 就會比較方便 接著我們介紹這個工具 比較特別 它就是一塊 好像這樣的板 另外還有一支棍 有一支棍 有一些品牌 例如HERDI 它有整套賣給你 它叫做TREAT 叫做調整的工具 但很多時候 純粹這塊板 跟這支棍 要分開買 究竟它有什麼作用呢 其實它的作用就是 用來檢查你的車 到底有沒有TREAT 例如 舉個例 正常來說 底板是平整的時候 其實 如果它放在一塊 阿加力上面 這些棒上面 你會看到底 是不會有任何欄 是完全平整的 就算用手按它 頭尾應該不會動 所以底板 沒有搖 其實這種工具 也是根據近年的遙控車 因為二樓板 純粹只有前後兩邊 有螺絲 中間很多時候都沒有螺絲 畫了一段時間之後 這塊二樓板 其實是會彎了 又或者會走位 所以我們要透過這塊板 然後去做 做什麼呢 就是鬆了二樓板上面的螺絲 然後我們用這支 平平的桿 放在上面 按緊它 然後才收回螺絲 就可以令到車 本來我們有少少走位 TREAT了的話 透過這個方式 用來修整 用來這樣用 但是呢 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於 這一類的工具 對於一些比較新的車 它是做不到的 例如我現在手上 這架 摩驚的MTC2 如果你放上去這些板 其實呢 它因為沒有了頭尾 又或是假 變了來說 其實你是不能找地方去按它 除非你可能是再買一個 另外一個工具 用來按著它 然後就算兩邊按 如果不是的話 這些這樣的車 譬如無論這一架也好 Automatic也好 都是不能按的 變了來說 是有點麻煩的地方 那這些這樣的車的話 可能就要用其他方法 就這樣鬆開 再自己再按 或者看看會不會做一些工具 用來按得到這架 如果不是的話 很普遍的情況 這些車就用不到這個alignment bar 但是對於一些 譬如說有二樓架的車 譬如說田宮的車 或者Express 這樣算 有二樓板這些 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就平整這架車的 不過你要留意這件事 這塊板其實它不是萬能的 它只不過是幫你讓你的車 在一個很平的平面上面 來做這件事 就不是代表著 你可以將一塊板咬直 因為很多很多時候 你會發覺 當二樓板 譬如說本身已經變了型的話 它已經變了型的話 你無論怎樣按都好 你設定好之後 然後你扭回螺絲 它都會見到是有點硬硬的 那你在這個時候 其實就不是說 你再要去死按的車 反而是要扔掉那塊二樓板門 尤其是現在新的二樓板 很多時候中間都沒有螺絲 一塊圓胸 變形的機會度更加高的話 這件事其實就可以幫助到 你去檢查這架車的車 究竟有沒有發生這件事 講到這麼多工具 講一講我們今天 最後一件介紹的工具 就是這個Z車架 這個Z車架 以前來講 要買一套的話都很貴 因為只有HERDI會出的 但近年已經有很多牌子 都有出這個Z車架 所以價格也便宜了很多 雖然是便宜不代表它們不准 譬如我手上這個Scaro CD 都可能是五六百元 又或者我另一套 這個Z車架 也是很便宜的 不是很貴 已經是全鋁合金的製造 非常漂亮 這些Z車架 這個Z車架最大的好處就是 可以讓別人設置你的車的CAMPER 之餘 可以設置你的車的TONE IN OUT 這些的話 它用Z車架 設定出來的效果 例如我剛才說CAMPER 就會比起用CAMPER 更加準確一點 而調整起來也會更加好 所以通常大家都會喜歡用Z車架去設定 但是唯一的不好處就是 因為它配件比較多 像我這樣 這些件 我平時收藏的話 我要拆開它 不然的話 就比較麻煩 這樣放進去 也會比較阻礙 如果裝插得多的話 可能就會影響它的壽命 一定程度的壽命 但是就沒辦法 如果你要量度的話 你也要這樣裝插 你也要做這個過程 所以我自己一套 我自己有兩套這個Z車架 一套就放在家裡用 一套就拿出街用 因為AIR RACING這套 就原生跟著一個袋子給我的 方便我放在車袋子 所以我就一個這個袋子 用來拿出街用 譬如我去玩車 比賽的時候 就會用Z車架 試比起講一下 怎樣用Z車架在車上面 好了 Z車架怎麼用呢 首先第一件事 你要用一個比較平的平面 如果你用一個例子 你不知道家裡的桌子平平的話 你可以買一塊的Z車板 部份Z車板 好像HERDI一樣 還有黑度在上面 可以讓我測試TRAPWIF 例如有些可以測試TRAPWIF 無限的 例如SERVENT那些車 會比較有用 一般來說 因為一般的車子 因為多數隻鼻子固定位置 未必需要ZTRAPWIF 所以就算你買一塊有TRAPWIF 空白板可以 我自己計算 我自己有亞加力板 也有買玻璃 我會買一塊玻璃 全屏 放在上面 也有人說過 除了平板 要平板 放在上面 也要有一個水平 但如果要講究這麼誇張的地步 可能你也要買四隻 一個墊 一塊的 四隻板 來做 另外一件事 但如果沒有的話 放一張平的桌子 基本上都可以了 放在上面 要留意 黑度 這個黑度 向著自己 這邊向著外面 千萬不要向裡面 不然你就看不到裡面的黑度 這個裝很簡單 純粹就是穿過四隻 拋的螺絲 然後扭緊它 這樣就可以了 不會太複雜 或者太難 扭了它之後 基本上就會看得到 你的車的一些 我們所謂的DATA 尾部也是這樣做 記得 刻度向著 這個尾部就不是這樣裝 是這樣裝 好 刻度沒錯 基本上這樣裝上就可以了 然後 第二件事 要做些什麼 記得 做這個架落 這個架落的時候 記得一定是所有東西 又是電池所有東西 電池一定要放進去 最好是你平時 用開最多的電 或者最重的電 這樣的話 度量會比較進行 因為不同的重量 可能會影響車 左右兩邊的尺寸 所以一定要記得 要有最後重量 全部放進去 部分的設計架 要拆開尾油壓架 因為它們兩支鋼柱 會頂住 待會要量度 用的 例如我這個 RAR RACING 這個位置 它都會頂住 所以 如果你移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會移動不到 所以一定要先把尾油壓架 當然記得 我剛才說尾油壓架 就是尾兩支鋼柱 就不是整個油壓架 整個油壓架 拆掉的話 油壓就沒辦法用得到 所以記得 要拆鋼柱 好了 拆了鋼柱之後 你才可以放這塊碗 所以可以這樣 兩邊動 才可以量度到數 所以這個要做好 做好之後 我們可以在這個設計架上 可以看到幾個數字 首先第一件事 可以看到這個數字 例如我現在的頭 顯示是兩度 而這邊也是兩度 因為我這輛車已經設定好了 所以這個位置 就會顯示給你聽 車的CAMPER角度 同樣道理 這裡也會顯示給你聽 車尾的CAMPER角度 我現在頭尾都是2.5左右 所以它已經量度了 基本上這輛車 你就可以量度好 其實不少車的話 例如你量度它 或者做事的時候 我們都要扭一扭它的推桿 推桿扭的時候 也有少許技巧 舉例 我現在用我這輛420 作為一個Sample 你要看到 在這個時候 為什麼我經常都說 推桿 最好同一個方向 不要弄到 左邊和右邊 兩邊同一個方向 同一個方向 同一個方向 你就知道 向這邊扭 大家都是收入 還是向前走出去 所以我通常都叫大家 這些推桿 就一定要同一個方向 不要想著 貪美 例如我現在這樣計 這輛車 貪美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 這邊有一個滴滴 這邊有一個滴滴 不是的 我寧願去 兩邊的同一方向 我至少扭起來 方便一點 所以我一定是這樣做的 你這樣做 我便可以扭 例如我設置車的 所謂的Camper 不扭這支桿 可以有一個小技巧 告訴大家 其實假設 你出去玩車 你沒辦法知道 我現在的Camper 要扭多少下才有一個 例如1度 去到1.5度 或者去到2度 其實是有一個小技巧 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這支推桿 其實當你扭去的時候 有這個平面 我們說的是這個平面 這個平面 這個平面 如果轉90度 就由這個平面 轉到這邊的平面 理論上來說 大概是0.25度 如果我再把平面 扭到底的平面 但是扭到底的位置 剛剛好半圈的話 通常是0.5度 如果我把這個 扭一個360度 去扭一下 理論上應該是1度 Camper 這個是大部分牌子的車 都是適合的 至少我用在 Free Racing Express 田宮 這些車 基本上都適合的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譬如說 沒有設置車架 沒有什麼 可以用這個方式 作為一個量度的方法 譬如說 我至少知道 扭一圈 我知道自己 可能1.5度到2.5度 你最少知道 這件事情 我可以再推介給大家 我現在用這個工具 XRS的工具 這個工具 專門用來扭這些 尤其是田宮 藍色的 最大好處是 它的平面夠 夠闊 所以擂這些 比較少會擂花 這些藍色的推角 或是太退角 少一點令化 所以我蠻喜歡用這隻 XRS的工具 用來扭 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而且這隻工具 有兩個位置 可以讓你扭 一些司母仔 所以這支工具 很方便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自己去同步 說回設置車架 好了 剛才說完 如何看的CAMPER 譬如說你剛剛好 扭了這些 推桿設定的CAMPER 那Toe-in怎麼做呢 尾Toe-in如果用這個 秘馬 就沒得搞的了 基本上秘馬 是這麼多 就已經幫你設定了 但是至少可以看到 車的CAMPER CAMPER CAMPER 方法是這樣的 我把這把尺 上去 剛剛會放著 例如我把這邊 移到最小的波波頭位 移到最小的波波頭位 這個有一個弧形的尺 就會可以移到 現在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大概是 1 2 3 3度 我先看清楚 因為都比較遠 所以我免得看 3度 OK 有一個3度的套煙 那這邊的話 怎麼看呢 就移到這邊 又是一個3度的套煙 基本上就是這樣量化 不太難 兩邊量化 譬如說你沒有拆到那兩支殼柱 頂住就量不到 所以記得 移一座 一右 就是這樣 不會太複雜 至於頭呢 頭方面 我通常要開著車子才會量 不開著車子的話 其實你是量不到的 有幾樣東西我會量 首先是開著車子之後 你令到推哥已經硬了 實死了位置之後 你可以量一下 再量一下 你就會看得到 左右兩邊的角度 譬如說我現在的架子 我現在的車子 不要量它兩邊 每邊都是2度 我再移過去 看看左右兩邊相差多少 譬如舉個例 假設這邊是3 這邊是2 我便知道這邊 我便知道我和太太扭了 這邊一點 我便把這支 所謂的推桿 扭回去 令它剛好移過來一點 但留意一下 另外一件事 你也要看看這個 SERVOL這兩個 這兩個SERVOL的兩隻臂 究竟是否水平 即是垂直 這樣向前 最好的方法 就是看看是不是垂直 對 如果它兩邊垂直了 OK 但是兩邊仍然有差距 然後我才扭這條 推桿扭到兩邊 一模一樣為止 方法就是這樣的 首先你要看 左右兩邊相差多少 然後我扭完這裡 然後這裡是否剛剛好水平 是水平的話 沒有問題 我這個就不再攪拌 我便攪拌這兩支 就不是一開始扭這兩支 因為扭這兩支 如果這個轉向鼻 都不是水平狀態 兩邊仍然會有差 有些朋友都會說到 這支桿 最好就是這個形狀 和這個形狀 剛剛好移的 90度水平 90度垂直角 90度垂直角狀態 就像現在這個情況 但其實最好的 這支跟這支 如果兩支都是水平的話 你會更加好 幸好我現在這樣 兩支水平的話 轉出來的角度會比較準確 這個就是我來看它的角度 剛剛適合 一定要開車 開車去量 開車去量 你不開車量的話 你不會量度的 你到時開車的話 開車的話 可能就歪了 所以一定要開車去做 那我自己個人 就不太喜歡 在一支空上 例如說 我發覺 歪了 左右兩邊歪了 我就在一支空上 調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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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這支推桿 扭到裡面的撥撥 就向上水平 水平之後 然後再調整這兩個 這樣才是最正確的 如果一開始扭動 到你車一走位 你就不知道 那輛車是偏左偏偏偏 你完全走位 你會不知道 所以一定要這樣做 再一個過程 但我開始做過 車掌量 你 살짝一點起電 那次 不停的 你一開始不是直接 零位 車上就會變亂 所以這個 Skill 大家記得 我這樣教ard 以前這個 左右兩邊 這一隻 好了 舉個例 我按的 我真的把插場 這裡 因為你把插場 的時候 聲響的時候 就鬼嘟了 所以就不會越照 不開 譬如我現在其實做好 快把所有推桿 按下去 左邊 腿 左右 這是兩度 右邊 兩度 基本上 就已經量度完 沒錯 兩邊左右都對 但是否量度完所有數呢 其實又不是 還有一項可以量度的 第二項要量度的話 就是轉向角度 轉向角度怎麼來呢 在這個時候 又是要開著控來量度 例如當它轉右軚 左軚右軚 轉向最盡 我們看看角度是多少 例如我現在這樣計算 轉向最盡是30度 然後我轉向最盡是多少呢 我不是這樣轉向 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 所以才找手轉向 實際上應該是領航軚的 看看它是否30度 或者是否兩邊一樣 有時候有不少牌子的孔 其實未必是兩邊一樣 會有很多因素 第一是因為它的絲盒頂住 又或者推桿後 其實應該是推不到的 有機會是未必能扭得到它的角度 以一般圖頂計算 通常它們最大的轉向角 一般都是28度左右 我用手頂才30度 實際上應該是28度左右 有些車輪轉的比較少 例如3Racing 可能會比較少 可能25度左右 可能會比較少 可能會比較少 可能是25度左右 一般來說都是28度左右 這個數字已經是加上去你的Tallout 因為Tallout 其實是霸佔了一個角度 所以你移到最後的話 例如28已經加上去Tallout 你這樣量度的話 當你發覺左軚和右軚 很多時候你發覺扭出來 其實兩邊未必是一樣的 可能有時候左軚 可能有時候右軚 在這個時候 我就要調整我左右軚的距離 例如舉個例 我這個軚的方向 扭到最盡只有26度 但是我按了支控 所謂的EPA 它扭下去的時候已經是去到最盡 不可以再去 你這裡最多都是28度 你唯有如果這裡去到30度 就唯有要另外這方面 這個軚最盡的時候 要調調EPA 可能要調低一點 可能調到它只剩下90度 或者85度 讓它左右兩邊太一樣 盡可能是就小那個數字的 我們就未必會就大那個數字的 因為你就大那個數字 一來它是不會領得到的 二來的話 你這樣做的話 有機會可能左右兩邊陰陽軚 所以通常我們的做法 就會寧願就小 例如一邊去到28度 另一邊就算去到30度 我都調到它 只剩下28度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總之 例如設計 要看左右兩邊 這個就是看這個 我們所謂的 內 內的轉彎 另外這個也是看外的轉彎 外轉彎 例如這輛車這樣計 外轉彎 就是16度 當然我只不過是沒有穩控 純粹找手扭就可以看到 OK 這邊移動 看看它又是16度 左右兩邊 盡可能要盡可能一致 一致的話 你才看到車輛左右轉彎才會平衡 就是用這個方法 這個設計可以量到這幾樣東西 另外還有一個可以量到的 就是所謂叫做CASTER角 但是CASTER角的話 好像我這輛車這樣計 其實它有CASTER角的比例 但是你這輛車通常 正常來說 沒有一個標準比例可以看到CASTER角 現在新出 市面上又出了一些工具 可以讓你放在LINK 上去 剛剛好可以讓你看到那個 剛剛好卡住的位置後 它剛剛好可以讓你看到這個CASTER角 為什麼要量度呢 以前這樣計 例如我現在用這種舊款的420 這輛車已經硬定死了 4度就4度 比如說尾的話 0度就0度 其實CASTER角已經不需要量度 但是因為新的車 例如這輛MTC2 又或者SERPENT 又或者OSOMATIC 因為它是可以讓你無段地調整的 基於這個無段可以調整的話 你就反而需要量度這個數 現在新的車才需要的 但是舊時 例如我現在用這種類的就不需要量度 所以有一點不同 所以買MTC的朋友 或者買MTC 買SERPENT 或者買OSOMATIC朋友 可能就要買一個工具 再去量度這個位置 正常跟車這樣計 就應該沒有一個位置可以量度 不過留意一點 通常在這個情況之下 用來設置車架 我就不會用來設置車架 因為這個架的話 不同車輪 所以我通常用來設置CAMPER 又或者Toe-in-out 這些東西 我就會用設置車架做 當然在車底上 例如這個底上是有塊板 有TRACK RIP 可以量度的話 當然可以量度TRACK RIP 又或者可以量度這兩個 可以量度 但實際上來說 如果沒有的話 就算買設置車架的話 基本上CAMPER 這些東西 Toe-in-out 就可以透過這個來量度 這樣量度的話 數量比起用CAMPER 準確很多 所以每樣東西都可以細緻一點 設置車架後可以量度比較方便 基本上關於這些工具的講解 或者我常用的工具的講解就是這麼多 市面上還有很多各式其式的工具 都可以使用 譬如舉個例子 最近買MTC的話 你會看到這個有幾個孔 這孔是用來給你一些很特別的 有一個原款的東西 上面有一輪釘 就是用來量度的車 前後的總量比例 不過因為我通常量度這些重量 我就用磅量量度 所以我未必會買到那個東西 所以我就不會買到 但如果你有興趣可以買那個 圓形一個尖尖用來量度 另外除了用設置車架 例如我剛才用的一塊橫膠板來量度的車架 有沒有Treat之外 也有一些很特別的工具 可以有一個水平尺 可以量度左右兩邊的水平 有沒有Treat 頭尾有沒有問題的尺度去量度 也有這樣的工具 如果有興趣也可以考慮一下買 但我覺得那些就比較進行的工具 可能對於一些 比如說你想剛剛學設置車的朋友來說 就未必比較適合 但我今天介紹的話 就會比較適合一些 剛剛想學的 或者中階的想學設置車的朋友 可以用得到的東西 好了 今天講的基本上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今天介紹的東西是好的話 記得按個讚我們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記得開提示鈴 每一次有新片就會通知大家 另外如果大家對於設置車的東西 有問題想問 或者例如有些工具 你買回來真的不懂 可以用得到的話 我很歡迎你來到我們遙控工房的討論區 來回我們遙控工房的VV 來回我們遙控工房的Facebook 可以出一些帖子 來問大家 究竟有些東西 怎樣用法 我相信很多版本都會很樂意 回答大家的問題 基本上今天分享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想看到最新的產品 或者看看未來有沒有新的技術 跟大家分享的話 就記得 不要錯過我們遙控工房的頻道 今天介紹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拜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